請問今天要說什麼呢? 徽師蠻都 Part 1 這諸葛亮啊 打下了三江城之後 慢慢往蠻都開進去了 蠻都銀坑山 這個地方啊 白銀盛產量很多 所以叫銀坑 可是孟霍啊 他很擔心 諸葛亮要是殺過來的話 他非被殺掉不可 於是啊 他又想到了一個仇家 就是 目露大王 這個仇家啊 雖然說呢 講義氣 有仇必報 可是啊 看到這種情況 目露大王肯定也會越越意識吧 因此啊 孟霍他就 採低姿態 向目露大王求援 派了自己的 自己妻子的弟弟 帶來動主 去求 目露大王 就目露大王 不久就回了信 說 不久之後就會過來 幫他的忙 可是孟霍啊 還沒有等到 還沒有等到目露大王來 諸葛亮的軍隊就先來了 孟霍就一直很著急 招雷的各動主各酋長 所以他的酋長意見不依 意見不依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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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話 孟霍都快要被犯人們煩死了 這時候突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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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一陣笑聲傳來 好像是親密的笑聲 是一個女人 孟霍就想 不會吧 他往後一看 果然 是他的老婆 祝容夫人 這祝容夫人呢 他就說 你們這一大堆大男人 在這裡吵吵鬧鬧的 這一次啊 由我來出馬 一定可以 將蜀軍打個大敗 孟霍很高興 於是啊 就派了他老婆 祝容夫人 去迎戰蜀軍 不過呢孟霍就說 唉我覺得 我老婆的功力 雖然很厲害 可是問題是他 好像太低估蜀軍了 孟霍啊 他的顧慮 想的 倒也沒錯 可是祝容夫人啊 他有一招很厲害的功夫 他 在後面啊 插了 十隻匕首 這十隻匕首啊 可以當作飛刀的樣子 抽出來 射向別人 百發百中 這祝容夫人啊 就衝了過去 拿著這個 三尖二刃刀 她就說 鼠匠哪個來受死的 這時候 有個鼠匠就 來了 這個鼠匠就是 張儀 張儀就說 我張儀來領教 哈 一槍就捅了過去 這祝容夫人 舉起三尖二刃刀 就贏 一槍 砍了下去 一刀砍了下去 張儀舉槍啊 贏了上去 哈 哈 兩個人殺來殺去的 簡直啊 把觀眾都逗樂了 朱容夫人啊 哈 故意啊 故意出錯招 然後讓槍 然後讓刀法 越來越亂 那麼這張儀啊 捅了又捅 再捅 三捅 四捅 五捅 都快要變成打麻將的捅了 這朱容夫人啊 看見實際已到 虛晃一刀 立刻 跑走了 暗暗的 從背後啊 抽了一個東西出來 張儀就很納悶啊 他才 後面插了什麼東西呢 張儀啊 哈 定睛一看 這祝容夫人 把這個東西 抽出來 張儀才看到原來是一隻 匕首 是一隻 菜刀 還沒有反應過來 朱容夫人就 一刀給 一個飛刀 就射過去 往著 張儀的腦袋射啊 張儀嚇了一大跳 反應不過來 用槍擋師來不及了 張儀難道會被射死嗎 張儀啊 覺得 哎呀 霸療啊 看看擋不擋得住啊 呵 拿起手啊 就這樣 槍 就這樣擋下去 這個手啊 就直接被射穿 射到這裡 穿到這裡 張儀啊 負傷弱嘛 有蠻兵把他給抓住了 這時候 又有一個人 搶了 搓了過來 一刀砍了下來 蠻兵嚇得 立刻後退 祝容夫人殺了過來 他說 他就說 你是誰 這人啊 就說 我乃屬將馬忠 這跟吾國的馬忠啊 同名同姓 這馬忠呢 在這裡是第一次出現 這刀法啊 制式 非常的厲害啊 祝容夫人 打的是 結結敗 其實是 炸敗 立刻又虛黃一刀 馬忠啊 可有了準備 這祝容夫人啊 在把菜刀拔出來的時候 往馬忠射過去 這時候馬忠她就說 老套了 祝容夫人 賀 一刀 這菜刀就 飛了出去 這祝容夫人 哪隻這祝容夫人啊 再射一刀 一下子就往這馬的鈴鐺射啊 馬忠的馬 會這樣子被射死嗎 請先下來分享